桃園市政府日前配合中央的市场专案 针对桃園五大果菜市场的从业人员全面进行筛检 并表示会列入优先施打行列 但其中之一的桂山青果市场却在二号向议员澄清 由于只是等不到疫苗接种通知 询问市府后才知道市场并未被纳入有些施打范围 桂山青果市场目前的情形 他们是已经有来补筛了 但是他们也要照撤到我们农业局那边 但是一直等来打疫苗才得知说 他们跟一般的果菜市场不一样 他们是属于产销运销合作市场 所以说农委会就把他们排除在外 由于桂山青果市场每天仍旧开业 人员进出频繁 议员赶紧请托桃園市政府农业局和立委向中央争取 希望尽早将桂山青果市场纳入接种疫苗的行列 目前我们有向农业局反映 经由农业局向农委会再继续反映 而且有透过我们当地的立委向农委会反映 桂山果菜市场是人是非常的多的 所以说希望说我们的农委会能够尽快 帮我们的桂山果菜市场的这些人员 能够来施打疫苗 明明营运和其他批发市场一样 却因为不属于农委会认定的农产直销中心 而被排除在优先施打之外 议员希望中央能帮帮忙 让桂山青果市场人员能尽早接种疫苗 避免重演群聚感染事件 记者刘雨婷 桃园报导